媽媽抱著孩子墜樓的不幸案件 負責搶救送醫的警銷 事後回憶說 媽媽是當場身亡了 但是呢 一歲的這個小孩呢 還有生命的跡象 所以研判應該是 這個墜樓的時候 媽媽可能是基於母愛 緊緊的把小孩子就搂在懷裡 把自己當成了肉店了 才保住了孩子一命 兩性專家提醒這個大人們 婚姻如果出現了問題 勇敢求助 但是千萬不要連累孩子 孩子是無辜的 這麼就是特別的狀況 我們也是第一次遇到 再次想起前一天 抵達救護現場的那一刻 眼前畫面還是讓她印象深刻 因為那時一位母親抱著孩子 從八樓墜落 強大的撞擊力道 讓母親當場死亡 但孩子卻還有神秘跡象 因為大概已經離媽媽 一個公尺圓了 所以我們當時在想說 可能就是掉下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媽媽手上 這樣子彈出來這樣子 重新回到墜樓現場 這裡是一棟商業大樓 因為裡面有護正事務所 加上公立圖書館 價值也都對外開放 才會讓單禽馬有機會 走上頂樓 而且看一看 女兒牆的高度也太低 只有125公分 另外警方測量也發現 從頂樓到一樓 將近30公尺 從樓上墜落 根本沒有火命機會 女子可以來到大樓的頂樓 就是因為這棟大樓 四樓有個圖書館 平常是沒有正和管制的 也就是說 正和人都可以自由進出 我還是要說 孩子有他的人選 不應該剝奪他生存的權利 怎麼會選擇在這裡 這樓情深 警方發現原來死者 跟前夫在去年8月 就是在這個雙型地 簽字離婚 結束四年的婚姻 量性專家建議 婚姻即使失敗 建議大人必須更成熟處理 避免類似悲劇一再發生 記者李榮神黃子鳳 新北市報導